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做一个枝子提取的实验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流程和那个具体的操作方法 我们要提取的东西呢是这个东西 这一个植物的话我们叫它枝子 你可以从第一页看到它像我们古代的那个 它的字形跟我们古代的那个酒气 一种喝一种那个古代的酒气非常的相近 因此呢它的外形可以看到它是像四个小叉一样 像一个古代的酒气 这个酒气的名称叫做枝 所以我们把它加个木字旁 变成一个中国古代的 就变成了这个草药的名称 它叫枝子 枝子花呢你们应该知道 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种植物 它呢会在每年六月份到七月份最热的时候盛开 味道非常的香 象征着呢毕业 如果你们顺利毕业的时候可以拿一束漂亮的枝子花 就是象征着毕业 象征着别离 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就是 枝子花的寓意就是与君同传度 答案各自归 就相当于你们毕业了之后呢 要未来分享新的人生 所以呢我们以枝子 枝子作为提取的一个材料 枝子呢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中国传统的中药 它既然可以食用 也可以当作药来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 枝子里面有非常多的有效成分 最主要的成分的话是 这一个胡萝卜素类的成分 它叫脏花素 还有一个呢就是枝子干 脏花素是最有用的一个成分 它主要用作食品添加剂 而枝子干则作为药物使用 但是呢它们两个都是水溶性的成分 我们通过水就可以将它们都提取出来 因此呢我们还需要进行分离 把这两个有效的成分 通过大孔树枝进行分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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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的山市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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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刚才做实验 记出出来的黄色素 老师好 请问你们这个实验室研究什么 我们实验室主要研究的是手心样物方面的一些研究 主要是合成一些不对称中判的一些号研 这次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测试吗 他们主要是用于农季的学生 就是通过减掉这种方式加快它的一个增大一个速度 我们来到了矿井忽然和矿井设演室 我猜这个实验室跟保护环境有关 听起来就很绿色 我们进出看看吗 你们的研究是怎么保护环境吗 是的我们研究的这个方向基本上就是保护环境 我们的实验室是环境污染控制实验室 也就是The Lab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ntrol 那么我们主要尝试的就是一个环保的一个新技术 新工艺以及一个新的材料的一个研发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在制药工业当中就是会产生许多的 废弃 废弃物 并且这些废弃物呢 一般来说是具有毒性以及持久性的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将这个毒性尽量减小 并且对这些污染物进行无坏化的一个处理处置 然后最终就是得到一个清洁的空气以及清洁的水 那最近你有没有做实验 是的 是的 最近也是在做实验 就是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就是我在做的一个材料 我一般的话就是我做出一批材料之后 然后需要通过一定的处理的方法把它涂在一个电磁片上 然后把它放进一个电解室 就是一个容器当中来对一个对应的污染物 去把它去除掉 对它进行也不太好 就是这样